10萬元冠軍得主好不好 當年10萬 冠軍就是 10萬元 哦 所以 就是 5號鄭蕙玉 哦 蕙玉 過來吧 沒有股心啊 那時候 蕙玉滿載而歸了 沒有秋很久嘛 現在要秋很久 哇 你不知道嗎 大人物搬起來 對啊 當時他是部長是嗎 對 對啊 哇 好光榮的一面 所以 當進入最後 當進入站在這個麗爭邊上 你當時是 老在安慰自己嗎 你會安慰自己說 無所謂得不到也無所謂 就那一場還是會很期待 沒有 那時候我希望我得到 不是 因為那時候我希望我得到 因為其實我參加這整個比賽 只是想 只是想取個經驗 對 所以你哪里知道 我就從一開始參加參加 一直到進入總決賽的時候 糟糕了 這麼多人知道了 上爆了 可是蕙雲那時候你已經是很紅的模特兒了 還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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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平面我就很多很多 其實我就是想借這個 幫忙你的模特兒工作 對 就是借這個經驗 取這個經驗 然後可能到國外去 去做模特兒 因為在當年也沒有說才華紅了 你就當演員有前途 開始希望經過才華 然後再去當模特兒更好 不全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電視 是也不是真的很發達 賺比較多錢 就是做平面的廣告 所以平面廣告 基本上我也做得蠻多的 他們說如果你這樣的練功 你這個年齡 你可以到國去床 像日本 香港 可能可以找到很多工作 他們很喜歡這種 所以就是我那種混血兒 我就想當成是我的就是 報告 只是想吸氣跟經驗 那時候十萬塊錢 差不多就是你的第一桶金龍 那個很厲害 厲害 那個很厲害 那個很重要 為什麼會下定決心 想要拿獎的那一刻 就是因為當見光之後上報 家裡就開我玩笑 然後我爸就是那種很嚴肅的人 就坐在那邊 那輪車也不錯 然後後來就感覺 因為在家裡我很小嘛 對 除了我妹妹跟我 家裡從來沒有聽我講話的 你是講話的 你關你事不要講話 沒有人聽你講話的 所以那時候覺得 爸爸好像有寄託在我身上這樣 從來都不陣影 不管我 不把我做的事情當一回事的 然後那時候覺得 爸爸終於好像重視我的感覺 要有點表現 然後講話 非常厲害 我們可以看到蕙玉從那十萬塊錢開始 除了在家裡有講話的權利 然後在演藝圈 一講也講好多年了 現在我們還是聽聽你的好朋友 你二十多年 怎麼講你對不對 是不是他們覺得蕙玉一直講話 開始從事很大聲 有沒有改變 這問題有五顆星嗎 差不多差不多 你敢問 問題是他朋友敢講 看有他 我們先看看他朋友怎麼講 我每次聽到人家講蕙玉 就是蕙玉沒信息了 我看起來很有對嗎 沒有啦 沒有我沒有這樣講 對不起 其實不可以 你有專門提過辭職嗎 對 對啊 不行啦 我剛認識會議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獨立 他是一個很獨立的女孩子 對朋友啦 他是一個很講義氣 嗯 有愛心 嗯 孝順 很真 很真的一個 對 他的性格 他不講 不講 他喜歡 他會跟你講他喜歡 或者不喜歡 他也會 馬上給你知道他不喜歡 也許很多人可能不會相信 為什麼這麼完美 他是就是這樣完美 嗯 所以我們可以跟他做朋友這麼久 嗯 完美 我給錢了 我覺得也是 真的 二十年的好朋友講你 真的很多年的好朋友 尤其是左邊那個Cress 是 五路行走 他是在裡面算是 資深的 算是蠻有地位的 因為你會不會 你的一路上走得很順遂 所以你這個人也沒什麼心機 我每次聽到人家講蕙玉 就是蕙玉沒心機的 他也沒有什麼大 我看起來很有對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我沒有這樣講 對不起 我剛剛表達你 對 剛才你這個問題有五顆星 你來不及就可以擦掉 我們還是從第一部戲開始 你熟悉的 你還記得第一部戲是什麼嗎 當然記得 妖嬌淑女 很多人都很印象都很深 那部戲你覺得 對你來說很大的挑戰嗎 因為剛開始真正接觸 對嗎 我覺得不是演技上的挑戰 那基本上我根本在那個時候 完全是 不懂 談不上 是 對我覺得挑戰對我來講 他的那個工作的壓力 他的時間是每天都要來上班 要計稿 要走台位 然後就一團 大家都屬於好像幼稚班一樣 說大家一起走 然後對話 被人 真的 被人罵嗎 沒有第一部戲沒被罵 過後就罵了 過後反而被罵了 對第一部戲因為都是我們這一屆的人 一起的 就是專為這一屆 我們這一屆才華 第一屆才華 量身定作 量身定作的戲 大家都屬於同 就是戲裡面我們為主嘛 你罵我們有沒有 我們聽不懂 對啊 本來就是不懂 就是不懂 然後過後 我們也是 就是各部各部 一個鏡頭一個鏡頭拍 所以台詞也不用一次記了 所以當 大家後來拍完這部戲 分散之後 進去嘗試別的戲 你會 為什麼他們可以診斷台詞三四篇一次講到完 那時候就壓力來了 先來回問一下這個窈窕淑女 什麼事啊 車輪爆胎了 真倒楣 總算換好了 桂花 桂花 你果然是行啊 哎呦 怎麼又是動牙 豆干 跟幾個雞蛋 每天都吃這些菜 哎呦 其實你也不應該啟人憂天嗎 當然啦 你是千金小姐嗎 好啦 你們兩個別吵了好不好 三年 還假的 你們這樣 裝不能滿美的 我們公司現在正面臨最困難的時候 你們不但不互相扶持 反而互相的侮辱對方 你們這樣 難道生意就會從天上掉下來嗎 你看我走出來那個走出來這樣 你們幹嘛 很可愛 導播要求嗎 又不懂 所以是很生硬 對 不用鏡頭 就是可能 很努力 可以看出那時候就很努力 有的人喔 比如說會有一些特地的自己個人習慣 不好的所謂身上毛病 其實我也有 不知道妳有沒有 我們也習慣 我剛開始主持的時候 有人跟我提 後來我改 就是當邊上的搭檔 比如說我跟怡鳳姐做節目 當你講話的時候 你沒有看人 我的表情是很奇怪 不是看人 是那種笑是很 就非常 非常尷尬 是一個很奇怪的 很不自然的 然後 然後 就非常奇怪 這個習慣 嘴巴會覺得很奇怪 有感覺 就是因為 沒有沒了 現在沒了 你去看大概十年前的節目 可能還會有 對對對 就是以前我的 《窈條書女》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整天做表情 我朋友講 做表情就這樣 為什麼就這樣 我告訴你 很多女演員會這樣子 表情也不是很好 而且我也沒有興趣 我就覺得為什麼 都不好玩 對 那不是自己所信辭職算了嗎 對 我要辭職不可以 然後我去找《窈條書女》 那時候 你有專門提過辭職嗎 對 我就說我辭職不可以 我不可以 不可以 《窈條書女》有一種很 他又懂得怎樣安撫你 把他講好 我就每天出來 只能看到那些導演的助理 就整天跑 轟轟轟 跑跑跑去 服裝間 塞一張《倫條書女》 就是今天的工作 妳覺得很有趣 哇很好玩 這個 真的 會有想過做助導 真的 你去問倉如他還記得 我不是看不起助導 是惠玉想過做助導 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對 我覺得那工作比較適合我 那妳去談了 然後公司 倉如說不可以 為什麼呢 我簽妳來做演員的 不可以 妳試試看啊 妳再試試看啊 然後我就再抓頭了 然後我就跟夏川老師講 那時候是夏川老師 和鄭宇國老師教我們 夏川老師我真的不行 你行啊惠玉 之前我就看你不行 後來我就把你叼出來 我就 就知道你行的 可能因為他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 又有人鼓勵我 然後就可能就這樣 但是這個公司的眼光 老師的眼光 一起選了這個惠玉 然後讓妳就沒有感觸到 一起做演員 很好啊 所以呢就有 接下來三面下王 就給大家很大的影響 影響很深刻 也算是一個代表作 演技性的大突破 對對 三面下王 我們來看